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步走进门 不过门后方却不平静 穿着西装的男子看来颇大力的推开 也要跟着习近平进门的人 并且迅速把门关上 习近平回头瞥了一眼 又继续面不改色的往前走 只是走一走似乎若有所思 停下脚步等了一下 同时大门微微被拉开 却又被迅速关上 习近平再回头看了一眼 这样的画面出现在金砖峰会第二天的现场 习近平的随从被强行制止拦在门外 接着看到的就是东道主 南非总统拉玛弗萨和习近平握手拍照 不过要往会场走时 习近平又朝大门看了一眼 短短几秒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而习近平在这次金砖峰会期间 让人充满疑问的还不止这件事 拉玛弗萨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 从一抵达走楼梯下飞机的画面 硬是被中国官媒央视剪掉 到接受拉玛弗萨制赠的荣誉勋章时 眼睛像现场相机快门一样动个不停 还有原定出席的论坛却不见踪影 晚上却出现在晚宴上 金砖国家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 回避记者有关缺席的问题 中国官媒对于这场致辞的报道 则是由主播念完长达五分多钟的全文 完全没有论坛的画面 本台消息 本台消息 中国央视的消息 恐怕也没有掌握到这些起人一斗的状况 或许只能以中国专家所说的 国家机密来解释 金新闻综合报道